哦哦 ok 随便按了 又来了又来了 骨头被粉碎的痛感 身体被抽干的折磨 我全部都记得 维洛拉 我全部都记得 而我 永远无法原谅米尔斯 他已经变成怪物了 我会将他们 斩禁杀绝 oh my god 他已经变到怪物了 我只要还活着 只要我还留下最后一口气 我会搜查整个居室地区 找到剩下的每一个米尔斯败类 我将他们每一寸肌肤私下 将他们每一根骨头折断 欺骗 背叛 长达六年之久 我等待 我会完成我的复仇 维洛拉 你准备好接受你的审判了吗 你和梅尔斯没有两样 尽管如此 对复仇痴迷的你 与梅尔斯又有什么不同呢 谋杀 费费财货 非法实验 你不是什么高尚的审判者 你只是个另一个令人垂气的罪犯而已 哈 哈哈 威洛拉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以为我会在意这些吗 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的复仇 就像没有能够让你逃过这一劫 哎呀呀 我死了应该 Game Over 你依然只会是个怪物 OK 将整个梅尔斯彻底杀光 老实说 我并不是很关心 即使这就是你的计划 我也并不会花费额外的功夫去阻止你 但文森 你可知道 有一件事情并不会改变 梅尔斯的存在与否 你将永远是个没有未来 被社会排挤的怪物 哦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不 我还有维克多 我并非孤身一人 然而文森 维克多与你不同 他只是个人类 早晚有一天 你会失去他 而那时候 这世上只会留下一无所有的你 一个人 什么 你说什么 文森的表情变得更加痛苦起来 圆圆不断的鲜血 从他一边的眼眶流了出来 再加把劲 又来 不要放弃,威洛拉,再加把劲 很快,我就可以逃出去了 2081年7月23日,琴 我从来没有想到维克多真的对我请求做出同意 虽然毋庸置疑,他在我遇到种种困难的时候总是第一时间帮助我 但这一次的请求将会使无全力 为了完成他,维克多必须做出巨大的牺牲 不得不承认,我感到非常愧疚,同时也非常担忧 因为我不知道这对维克多到底有多么严重的影响 但我别无选择,维克多是我唯一信任的人 这个角色必须由他来充当 2084年5月7日,雨 载体已在容器中培养完成 记忆也已经成功植入了精神对接装置 维克多对我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希望一切记忆都在那之前发生 载体其实并无法记起那些 但我能理解维克多为何会有这样的愿望 我照办了 2084年5月15日,鹰 不,这不可能 一切尽情的非常顺利 但是,他的眼睛 我不敢相信,他看起来一模一样 日记最后的一行字比之前要要要巧很多 仿佛是手颤抖的写出来的 该不会是,连维克多也是真的机器人吧 看不懂 5,87,31 5,87,31 这是6啊 6,1,3,7,8,5,4,11,17 3跟11 5,87,31 我还有3啦 等一下啊 还有3 忘记了啦 这是什么 所以这个是德拉克 这个他没有讲是什么了 然后这个是坏人嘛 然后这个是 呃 维克多 然后这个类就是 文森 所以德拉克是文森跟维克多的合体 威洛拉 文森 你还真是坚持不信啊 你瞧瞧你自己 都已经成了什么样了 你对于自我与死地有做那么执着吗 威洛拉 你唯一会做的 就是一直逃跑吗 我 逃跑 文森 你为什么就看不到呢 真的一直在逃避的难道不是你吗 你说什么 服心自问吧 文森 你觉得这一切真的是梅尔斯的错吗 你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 梅尔斯是你一切不幸的幕后黑手 但真相是 你只是不愿意面对一个 自己明明清楚的事实 你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一切 文森 面对事实吧 你的复仇只不过是用来转移你自己的注意力罢了 因为你的内心不愿承受 过去发生的一切无法被改变 伪证 贿赋 你作为律师充满罪恶 但你做这些并非因为你愿意啊 没错 梅尔斯是你梦寐以求的公司 你当然会为了他们付出一切 你是这么这样告诉自己的不是吗 但真相是 你想要融入梅尔斯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融入群体 从小到大 你一直都是被排挤的孩子 尽管如此 你从来没有隐瞒过真正的自己 直到你进入了梅尔斯 你开始带起虚假的笑容 开始模仿梅尔斯其他人的一举一动 因为你想要被接纳 但正当你认为一切都是那么一帆风顺时 那一切发生了 那时候你才意识到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多么余味的 你想要想 你想要回到过去的时光 你想要回到RMU 然后重新来过 我从口袋里拿出了文森和维克多大学时候的合照 这 这是 文森伸出了他已经不存在的右手 想要去触碰那张照片 只有 只有与维克多在一起的时候 你才会脱下你虚伪的面具 你对维克多总是显得那么不耐烦 那才是真正的你 那时候一切都很正常 普通 但那是你最愉快的时光 你想念那样的时光 但是很遗憾 文森 我将文森的合影撕成碎片 你永远回不到过去 你也无法改变过去 不 不 我已死了两次了 文森想要朝我冲来 但他几乎闪家的身体让他倒地了 所以说文森 我走到躺在地上无法动弹的文森面前 既然你的愿望根本无法实现 那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个忙 我抬起了我的右腿 一脚踹进了文森的脸中 请你放弃你的徒劳 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我抬起粘满血迹的右脚 再次踹了进去 你给没有时已经增加了不少不必要的麻烦 如果你能帮我们这一点忙 我将不胜感激 虽然是记得了全部一切的事情吧 一次又一次 再一次 我感到内心满足了 是我切开人偶胸膛时相同的感受 这感觉 真是舒适极了 靠腰 当我缓过神来 文森脖子之上的部分已经完全贪烂了 很好 现在我还需要做的 就是完成我之前没能完成的任务了 我走向房间的出口 当我走出房间时 不出所料 我遇见了他 喂 威洛拉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文森 主任他怎么样了 死了 什么 怎么会 德拉克不敢相信他所听到的 他的全身在微微颤抖着 我杀了他 我轻描淡写的加了一句 喂 威洛拉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做 怎么了 文森他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我用着毫无声调的噪音 只问他 这还用得说吗 他是我的主人 不 更重要的是 他是我的哥哥啊 几秒钟的沉默之后 我总向了德拉克 喂 威洛拉 你这是 我依靠着德拉克 双手顺着他的腰紧紧地抱住了他 我将我的头埋进了他的胸口上 对不起 德拉克 我别无选择 我也不想杀害他 但是我知道你会原谅我的 对吗 我抬起头望向了德拉克 因为对你来说 我比文森更加重要 不是吗 这婊子 但是 我举起左手 用手轻轻地触碰着德拉克的脸 自己的反夹 我能感到他脸在发热 可疑 克 德拉克 就你和我 我们两个 我们不需要纹身 让我们两个人 逃离这里 永远地生活在一起吧 维 维 绿 在遲了一會後,德拉克緩緩地舉起他的雙臂,抱住了我 我拿出了一直藏在口袋中的手術刀,狠狠地往德拉克的胸口捅了下去 一次,又一次,再一次 找到了 從德拉克被欠碎的胸膛中拿出了一個圓圓的球狀裝置 真是不敢相信 原來文神所謂的BB武器就是用他的基因和維科多年輕時候的記憶組裝成的 這麼一個人偶 老實說,現在這麼一看,你和維科多還真的挺像的 每當你們對一個人太過癡迷時,你們就完全失去平常的理智 抱歉,德拉克,我很感謝你的所有幫助 然而,我的任務就是將你摧毀 我將德拉克的精神裝置丟在一旁 拿著刀,開始緩緩地向他再次逼近 這是我贏得的 這是我贏得的 我曾坐電梯回到了梅爾斯公司大廳 當我走出梅爾斯公司時,才發現已經是第二天早上了 而那個身穿藍色西裝的男人,像是早有料到一般在門口迎接著我 喔,偵察者,真是好久不見啊 歡迎回到地下,梅爾斯 喔,怎麼了?偵察者 有什麼不開心的嗎? 怎麼突然哭起來了 啊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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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4 O 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换句话说,M先生想要利用威洛拉和文森的过去记忆让他们成为敌人 你还不明白吗?M先生早就要到那个女的会回到梅尔斯公司 他想要利用他能够读取记忆的碎片能力,让他对他自己的过去产生误解 在你没有记忆的情况下,如果你看到自己的过去都是罪孽深重的恶行 你也一定会觉得自己是个恶人吧? 嗯,既然如此,我们必须干扰M先生的计划,并阻止他在梅尔斯公司的调查 他需要在陷入M先生的劝套之前,想起真正的自己 哈哈,我亲爱的潜行者 你真的觉得一切都会这么小菜一碟吗? 你不知道的是,他的能力并不只读取过去这么简单 他还能够看到未来的可能性 你说什么? 阿美丽女士 阿美丽女士 跟我直言,在这打盾可不是最明智的选择哦 阿美丽女士 阿美丽女士 这应该是悲伤结局了 然后我刚才觉得那潜行者应该是上次我们看到的那个 在阿美丽的记忆之中 那个 警察 那个就是伪装警察那个潜行者 然后走另外一个应该是维克多我觉得 应该啦 因为不可能是梅尔斯啊,梅尔斯他 出现在阿美丽的眼前 然后之后 呃文森还有 德拉克都被他摧毁了 所以 应该是维克多 好了 这结局好讨厌哦 我最不喜欢这种结局了 呃 就是这个游戏 他的第五章跟第六章可能需要在之后 才会退出 因为我今天去 看他的网站的时候 他的作者有说他最近会休息一阵子 因为他为了 设计这款游戏 已经花了他很多的时间跟精力 好想大家有兴趣 支持他的话也可以到他的那个我在影片下方方的连结 也就是这个游戏的网站那里 给他一点订阅啦 给他一点咖啡钱 送他一杯咖啡 来支持一下 或者是可以把这个游戏推广出去 因为这个游戏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 以一个人的 工作室来说 真的很厉害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影片的话 请按下方点个赞 点个订阅 然后不要忘了订阅旁边小铃铛哦 那我们 下一张再见啦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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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